阿联酋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称 阿联酋复查伊拉酋长国以东海域 发生了四艘商业船遭蓄意破坏事件 声明同时否认了一些媒体 关于复查伊拉港发生爆炸的报道 阿联酋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 此次破坏事件发生在 阿联酋复查伊拉酋长国以东的海域 除四艘商业船只遭蓄意破坏外 事件中没有人员伤亡 也没有造成有害化学物质或燃料泄漏 声明强调对商业和民用船只实施破坏 并危及船员生命安全是严重事件 但并未说明破坏活动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方 阿联酋有关方面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并正在与当地和国际机构合作 对此事件进行调查 声明称媒体此前关于复查伊拉港 发生爆炸的报道毫无根据 港口运营目前一切正常 未受干扰 一些外媒当天早些时候 援引一家黎拉嫩电台的报道称 在阿联酋复查伊拉港 发生数起储油罐爆炸事件 分线是指出 尽管阿联酋方面否认复查伊拉港 发生爆炸的消息 但围绕这一战略要地的传言 已向外界释放出重要信号 眼下美国与伊朗的关系日趋紧张 再次引发外界对伊朗是否会封锁 全球重要原油运输通道 霍尔木兹海峡的担忧 阿联酋与伊朗隔波斯湾相望 而一旦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 位于阿联酋东部的复查伊拉港 将承担起继续对外出售中东石油的任务 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阿联酋历史多年修建的这条重要输油管线 将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生产的原油 直接从复查伊拉港出口 从而绕过霍尔木兹海峡 有分析认为 在敏感时间节点 围绕复查伊拉港发生的特定事件 将对国际油市地区局势 带来深远影响 探索